赶快吃吧,要吃到了 我是一个大学教授,我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我儿子总是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他应该是在怀疑我怎么都没有去上课 今天三点之后没课,我就到周围慢跑 儿子看到我在慢跑,表情很无奈的样子 可能是我慢跑的时候脸比较严肃吧 想起上周接到儿子的求救电话 我儿子忘记带作业到学校 好险图书馆回家只要五分钟 到国小也只要五分钟 好险我们家离大学这么近 离孩子的学校也这么近 虽然他每天都怀疑我没有去上班 儿子,找老师们了